话说你方便透露一下你每个月的收入吗 差不多五万吧 但在同行里算啥话 我平时就收费不高的 如果你什么都算的话 那明星八卦傻的你是不是也门清 确实经常有人问我们 某某CP是不是真的 我有个同行之前很喜欢 克CP玩把主 就特爱帮人搞这些 还不怎么收费 本人立即准备好了克CP的名单 一会采访文问你 对了 对于占卜的范围 其实我们也有界限 有几个方面 就算算出来了也绝不会说 像说明生死了 按键的凶手了 针子之类的 可还挺玄乎的 但你有没有什么时刻 是希望自己算不准的 有 像之前我算出来可能会刷一跤 然后垃圾天我就把自己锁在家里 谁教我我都不出去 结果我在家里摔了 还有一次我要考一个针 我当时算出来的结果 是可能过不了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是我状态不好算错了 结果努力了半天 最后真的没过 话说你方便透露一下 你每个月的收入吗 差不多五万吧 但在同行里算少了 我平时就收费不高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 想做灵媒这行 很大程度也有受 百变小鹰的影响吧 觉得塔罗还占卜 挺有意思的 后来就找了师傅专门去学习 我师傅还教育 占卜 是帮人解决烦恼的工具 或者说是一个路灯 能给别人带来光明的那种 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 爸妈认同吗 他们以前也认为就是偏钱的小把戏 所以我都背着做这些 之前也做过什么 电视主播 导演了 讲师了等等的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体面点 辈有面 后来直到我堂哥有一次在家庭群里说 他听说一个大事很灵 结果发来链接 他们发现竟然是我 然后这才开始慢慢了解我的职业 当时听了我的收入之后 我爸感叹了一句 这个世界变了 这世界变化快 话说现在有很多浑水摸鱼的占卜师 是的 有很多黑心的人 随便搞一些风银 羽毛 水晶 直接拼在一起在淘宝上卖 腰价还很高 还有一些人很会装样子 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生 总把屋子搞得乌漆麻黑的 穿得神圣叨叨cost成女屋 最搞笑的是 我们经常会使用蜡烛的烛火来占卜 而且烛火的不同朝向就是不同的寓意 但他用蜡烛的时候 左上方就是一台空调 我本来不想打击他的 但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就跟他说 你有没有考虑烛火这个方向 是被空调风吹歪的咧 好样的 不过现在有很多人不信玄学 你会建议吗 本来就没有必要所有人都信 而且我倒是觉得 不相信也是好事 这说明他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欲师不会想借助外力 而是靠自己 是要占卜对更多人来说 其实只是想要给自己生活找一个安慰 给自己一个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 当然我们也并不提倡大家盲目迷信哦 最后看在我们这么重粉的份上 给个三连吧